北京消息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消失满月后 中国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 今天决定免去秦刚的外交部长职务 任命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为外交部长 据新华社报道 人大常委会今天仅发布上述任免消息 并未说明秦刚被免职的原因 这一任免随后以中国国家主席令发布 中国政府网官网显示 秦刚目前仍是国务委员 秦刚自6月25日之后就为公开露面 外界议论纷纷 中国外交部先前一直以健康原因 来面对外界有关秦刚消失的疑惑 57岁的秦刚试图顺遂 2021年7月赴美旅新 担任第11任中国驻美大 2022年10月在中共二十大当选中央委员 同年12月经13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38次会议任命为外长 今年3月成为中国国务委员 晋升副国籍 成为当前中国官场最年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如今秦刚被免职 中国外长由王毅回国 虽然外交部长人士底定 但外界将继续猜测秦刚出事的原因 秦刚案引发的后续效应仍有待观察 华盛顿消息 据报道 共和党人要求众议长迈卡锡 对总统拜登启动弹劾程序 报道说 此前拜登儿子亨特的一名合作伙伴 被报将在本周作证 揭露亨特曾多次让他的父亲拜登 与海外商业伙伴通话 报道说 亨特的这名合作伙伴名叫德文阿彻 现年48岁的阿彻因涉嫌6000万美元债券诈骗案而面临监禁 他预计本周将在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作证 阐述他曾看到的关于拜登任职副总统期间参加的一系列线下或电话会议 这些会议由他的儿子亨特推动 后者有时会直接打电话给拜登 然后开通免提 将他介绍给海外商业伙伴或潜在投资者 白宫发言人皮埃尔昨天对上述爆料进行回应 他表示 拜登坚持他的说法 及他从未与儿子讨论过关于国际商业交易的话题 波士顿消息 据报道 23日晚间 一名男子在奥巴马位于马沙葡萄岛的庄园附近溺水身亡 马萨诸塞州警方昨天下午确定男子身份 为奥巴马的私人厨师塔伐里坎贝尔 报道说 23日晚间7点45分 奥巴马的庄园报警说 一名成年男性在岛屿南侧一处池塘滑奖时失踪 并表示男子为非洲裔 身住黑色服装 但没有穿旧生衣 警方在展开一系列搜索后 在距离岸边大约30米 水深2.5米处发现男子遗体 奥巴马夫妇发布声明表示 塔伐里是我们家庭深受喜爱的一员 起初在白宫认识塔伐里 后来我们让他在2017年奥巴马离任后继续担任家庭厨师 从那时起 他就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他的离去让人心碎 奥斯丁消息 据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德州州长阿伯特表示 将不会按照司法部的要求 拆除美墨边境里奥格兰德和尚的浮标屏障 据报道 联邦司法部20日要求德州 在24日下午2点之前 承诺拆除浮标边境屏障 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 司法部的诉讼要求法院 迫使德州拆除一条约1000英尺长的浮标屏障 拜登政府表示 德州未经许可在边境城市附近 非法设置浮标屏障 引发了人道主义和环境问题 不过 阿伯特在随后写给总统拜登的信中表示 德州将利用宪法权力来应对 我们法庭上见 白宫随后对阿伯特的决定做出回应 谴责他的行为危险而非法